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们真是脑洞大开 那熊猫为什么要叫呢 可能是传达某种信息 笑话那些要伤害它的人 遇到危险 因为它饿了 在说话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驱赶 就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些动物 它在和宁兹熊猫打架 小朋友们的答案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哪一种说法才更加准确呢 千万别走开 精彩的熊猫幽默录像之后揭晓答案 窗外鞭炮阵阵 屋内热热闹闹 在这个生机盎然的新春佳节 大熊猫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活动一下筋骨了 论起身手 它们可是一等一的高手 独步天下 谁语为偶 不要以为功夫熊猫只是动画片里的传说 今天就让大家过过眼影 并掠一下国宝大熊猫的中国功夫 嘻哈转转杯 我可以陪你生龙活虎闹心春 团子神功第一招 如来神掌 在酷爱功夫的熊猫宝宝眼里 摄像机就和大树一样都是可以用来练习拳脚的 师傅曾经再三叮嘱 只要每日亲家练习 有朝一日必能练成最高武林绝学 师傅 师傅 我坚持不住了 天呐 当个武林高手怎么就这么难 那是什么人呢 熊猫宝宝快住手 小树可是无辜的 如果让师傅知道了 那本武功秘籍可就再也看不到了 团子神功第二招 锁腿神功 对于功夫较弱的熊猫宝宝来说 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 可以趁其不备 立刻锁住对方的腿 让其寸步难行 不过熊猫宝宝一定想不到 这一招的不足之处就在于 他们天生长着小短腿 想要追上去可不容易 腿短归腿短 架不住咱频率快 努努力的话 还是可以追上的 心愿达成 团子神功第三招 缩骨大法 大熊猫虽然体型巨大 但是这胆子真的是太小了 作为一名大侠 来去自如是最基本的技能 这招对于胆小的大熊猫来说 实在是太受用了 当出现意外状况时 终于两个进下水道 宝宝再也不会害怕了 团子神功第四招 无敌罪权 此招看上去毫无招法 实际上无招胜有招 这就是熊猫功夫的绝妙之处 以罪态迷惑对手之后 让对手放松警惕 在攻其不备出气之声 不过 看这位熊猫宝宝的样子 很难分的轻视 平平奶喝撑着了 还是在打罪拳 要知道 罪拳和耍赖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用 怎么样 大熊猫厉害吧 国宝就是国宝 明明可以靠颜值 偏偏要靠实力 这些出神入化的团子神功 谁看了都会由衷地赞叹一声 厉害厉害 在下背负 希望新的一年里 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都和大熊猫一样肚子鼓鼓 生龙活虎 白白胖胖 充满希望 叮叮叮 熊猫课堂开奖了 熊猫究竟是怎么叫的 他为什么要叫呢 事实是这样的 大熊猫在不同的境况 不同的情绪 和不同的心理状态下 都会发出不一样的叫声 它们会发出类似于羊叫 牛叫 鸟叫 狗叫 甚至于人类的尖叫 可能很多的声音 例如大熊猫撒娇时 会发出咩咩的羊叫声 一般在寻死或求偶时 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声 等大熊猫受到惊吓或生气时 会发出旺旺的狗叫声 来恐吓对方 另外 成年大熊猫和大熊猫幼崽的语言 也是有差别的 当熊猫幼崽感到舒适的时候 会发出咕咕的叫声 当熊猫幼崽尖叫的时候 通常是因为感到不适 要求熊猫妈妈调整位置 等它们长时间连续尖叫时 一定是极端的不舒服 或者是恶极了 因此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饲养员 还必须能够听得懂 这些特殊的熊猫语